中国最神秘的三个皇陵,一个挖不动,一个找不到,一个不敢挖,而这个挖不动的皇陵,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,武则天的乾陵,这也是中国唯一夫妻,都是皇帝的和葬,传说是袁天刚与李淳峰共同选择的丰氏宝帝,虽然曾经被三次盗绝,但挖墓者全都是无功而返,其中一次挖掘人数,甚至达到了四十多万人,将整个梁山搬走一半,但乾陵依旧坚挺,保护着墓中武则天夫妇两人的安稳, 而且大幕之间还有两个未尽之谜,无人知晓答案,保持你的好奇心,今天我们共同揭开,武则天乾陵的前世今生,唐高宗李志在选择领悟位置时,官府全国招募方式,在数百人中筛选出四川星象下袁天刚,和皇宫里专长阴阳天文立法的态势令李淳峰,两人接着后分头出宫,沿着渭水向东行寻找宝地,李淳峰来到乾州梁山附近,见此山甚美,难免两座山峰烧矮,便把一枚铜钱埋到山下, 而袁天刚夜观天象,看见一处山栏上瓷器冲天与北斗交汇,对应的地方绝对是一处宝地,上山找到准确的方位,把三子插在此处便回宫复明,当宫里派时辰按照地址,来到两位找到的吉养,发现袁天刚的三子,竟然正插在李淳峰所埋铜钱的方鼓中间,原来,他们所选的伏地都在梁山之上,皇帝得到消息甚是欣慰, 很快就开始下令建造皇陵,这个位置就位于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前线,后来这座皇陵历经千年,遭受到三次著名的盗墓事件,第一次发生在唐朝末年,当时皇朝起义爆发, 这是唐朝历史上,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叛乱,是唐朝灭亡的导火索,起义军在占领了都城长安之后,首领皇朝派了四十万军队来到咸阳,打算打开武则天的潜嶺,皇朝虽说是一个起义军首领,但挖坟绝目的事可没少干,每次他都将墓中所得金银财宝据为机影,利用这个发家致富养活自己的军队,当起义军进入陵园,破坏并烧毁了地面上的宫殿建筑,来到梁山主峰开始进行挖掘, 但是他们挖了一个多月,也没有找到地宫的肉,挖着挖着他们在梁山西面山坡上,发现了大量的碎石,于是猜测这些碎石,就是当时挖地宫石运出来的石头,他们便开始在碎石堆上向下挖掘,但挖了几个星期,半座山都被翻空,他们却始终没见到木道的影子,由于前方战士吃紧,盗绝乾陵的计划就此作罢,第二次则是五代时期,这是中国史上唯一没被盗的唐代皇陵,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所, 夫妻都是皇帝的合葬墓,这就是武则田与唐高宗的埋葬帝,乾陵,虽然这座陵墓至今蛮好,但如此大的一块肥肉肯定有人觊觎,其中有记载的特大盗墓事件就有三次,第二次的盗墓者,是五代时期的节度士温涛,这位也是一个盗墓专业者,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,十九位唐代皇帝的陵墓都被他所盗,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他就打起了乾陵的主意,带着几万人准备着手挖掘,但连温涛没想到的是, 他三次动手,三次都遇到了异象,根据野史记载,温涛带着士兵开始挖掘乾陵,本来晴空万里的天气,突然就开始狂风骤雨电闪雷鸣,接二连三的尝试之后,温涛害怕极了,连忙下令停止挖掘撤兵离去,而这第三次盗墓事件最为凶险,领头人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孙连仲,他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在乾陵驻兵,用真枪真炮对山体进行轰炸,最后找到了一个疑似入口的木道,孙连仲命令将士们开挖 他,忽然之间雷声大作风雨交加,他才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动气,但随着一块石砖取出,缝气瞬间窜出一阵黑雾,在门口形成一道小旋风的形状,接触到的士兵全都蹊跷出血倒地身亡,乾陵因此逃过一劫,至今完好无损的存在于梁山之中,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,有人也申请过对乾陵的挖掘,是谁我不能说,事情发生在1958年的一天,陕西关中地区修建公路需要石料,于是一位名叫赫社 赫社的年轻人,和两名工友一起到梁山北边半山腰,榨山取石料,偶然间发现一根带有花纹的石条,于是他们立即一上报,专家觉得这根石条很像乾陵的封门石,于是国家考古队开始进驻,经过对洞口的保护性发掘,确认这就是乾陵的入口,根据后期仔细的探测,木道全长63米宽4米,深入山体30米,曾经挖掘定陵的领导得知,要求立即挖掘乾陵,因为唐高宗生前最喜欢的一幅书画作品, 传说中天下第一行书,王羲之的蓝亭旭真迹,很可能就在墓中,唐高宗在去世前下令,要把他最喜欢的书画作为陪葬,其中可能就有蓝亭旭,但在1956年的时候,为了寻找永乐大典开挖定理,由于当时技术落后,很多文物随着木门开启瞬间腐败,这让周总理深知,挖掘乾陵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,于是回学了这位领导的考古申请, 并在信中写道,帝王陵墓如未盗掘绝绝不能挖,从此乾陵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,作为唯一没被盗过的唐陵,至今还有两大未解之名,这所山就是武则天的乾陵,如果说世界上哪座皇帝的陵墓最难挖,那绝对就是这座,几十万人多次挖掘魏国,经历真枪真炮轰炸,至今却依然蛮好,更是唐朝唯一没被盗过的帝王陵, 并且还有两个未起之名,宁愿按照唐朝国都的格局建造,从内到外分为皇城工程和外城,乾陵以梁山为中心,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个城门,分别用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命名,整座地灵工程极为浩大,总占地面积大约三十多万,前后二十万人耗时二十二年才修建完成,可谓唐朝皇陵规模之首,在前往主峰的前方,有一条2.5公里长的神道,神道两旁矗立着无数高大的食人食寿, 食人的手里都握着长长的武器实现,感觉上威武霸气,仿佛就像古代将要进攻面见皇上那种感觉,而这些石像就是石像生,是王公大臣陵墓前,保卫墓主灵魂的食指雕像,从神道进入灵园之后右转,有一座无次石碑,这个就是两个未解执迷其中的第一个,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,为什么武则天药丽这座没有刻字的石碑,后世已经争论了一千二百多年,帝王都希望自己生前的世纪能够流芳百世,所以此后都会 在目前留下一块石碑,然而武则天的石碑上,却没有刻一个字,民间流传着几种原因,第一种是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,并且还窃取了唐朝的江山,感觉还是普克碑文比较好,第二是武则天自觉功德无量,石碑根本写不下自己的诗迹,所以才没有在石碑上刻字,而大家更愿意相信的是第三种,说武则天是一位有自知之名的人,利无次为让后人评说自己的功过是非,秦陵的第二个未解之谜,就是这群怪异的诗, 他们是唐朝非常出名的六十一藩尘像,他们庄严处理,但全都没有头,未免可有这些诗人的姓名出生和来历,那他们的头究竟都去了哪里呢? 关于这个考古专家,也给出了两种说法,第一是上世纪中西的时候,此处发生了一场大地震,把这些藩尘的头全部都给震掉了,第二个是唐朝灭亡后,这些藩尘的后代来到此处,看到自己先祖竟然站在这里给人守灵,于是亲手就给砸了,但之前为止官方还没确切地 给出一个答案,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,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,记得点赞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